那好啦,離開我的頻道都知道我近期是比較密戀 Star War 和 3.75 吋 IP 系列 今期想和大家玩的一隻,都幾新的了 都算是2019年出的一部美劇 Star War 裡面 The Mando 裡面的主角Amando Heng 這隻Mando 我覺得是做得不錯的 但是呢,並不算完美,但是我又覺得我是接受的 那為什麼呢?我們來看看 那就是標準的致敬Candy 掛卡 下面可以看到它 下面這裡有出過的所有角色 那我下次也會追這一隻 還有這一隻 這隻好像是現在這一隻 應該是追這一隻,還有一些白冰 聲箭其實最暖的就是白冰的冰種 其他呢,其實都很容易去區分而已 只能夠說白冰這個系列就是 桂圈真暖 那這裡就是Husbo 那我們就開了去撕掉 那為什麼我這盒是打開了? 因為我買回來那天我已經開過 看看有沒有質量問題 那就很不幸地是暫時沒有質量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那就是標準的3.75吋 那就不需要多說了 內盒方面它就是一支手槍 一支熱能錐 再加上主體 那這隻主體呢,我原本就 有點怕的 怕什麼呢?我拿出來就跟大家說 那這隻Mando呢,都有一個 我是比較不喜歡的設計 但是 又可以是 勉強接受得到的 那究竟是什麼呢? 大家看看 首先看看配件先吧 配件方面 就一支熱能錐 在其中一隻蛇用 那這條軸呢 就可以掛回背部的 那細節勉強OK啦 那一支手槍 手槍就 純粹是 爛膠一塊 分析就是在手柄 就是那個槍柄那裡有開 那它也可以裝回到Amanda那裡 那這樣 我們來看看主體 那這隻Mando呢 整隻的配色就用了 啡色啦 灰色啦 跟著是左右不對稱 那這隻Mando呢 是最開始第一集出來的 大概這套格都是用了一集的 在第二集還是不知道 好像是第二集 好像是第二集 左右呢 就已經換了 整套那個 金屬鋼那套格的 那 那 萬大樂人呢 就很奇怪 就是 他為了 表達自己的 就是那個 自身名譽呢 他就會 每完成一件 就是 工會委派的 那個賞金任務呢 就會走去買一件 那些 不知道什麼 帝國出的那些 金屬鋼 然後拿回去工會 就鑄成自己的一件 甲 那你如果那件 甲被什麼 動物或者人 打爛了 就會用那個 來做 符號 做自己的符文標記 那 就是這樣 那 就看看手那套 平舉 沒問題 這個位置有點緊 但是我還是怕 有些斷 好 這個位置是超 難靈的 那這邊 好 好一點點 但是 都是很實 我不知道為什麼 霞肢堂那些 關節會這麼難扭 頭的好動 那 腳呢 就並不是我 喜紋樂見 比較喜歡的這一種 就是 類似極魂 就是中間 一條棍 插下去的 波裝 而是 有些像是 要 之前和大家玩的 黑帽子 說要先 轉左邊 就是這樣轉左邊 再 轉上來 才可以向前提起的 這種設計 那 腳就大概 九十度 這隻 最大的缺陷 就是腳這裡 沒有做關節 只是可以前後動 不可以左右 加強接地性 那應該按 那個 時間理論 遲早應該會再出一隻新的Mando 是那種 下面是極魂的 那種 球形關節的那種設計 但暫時就不是這隻 我之所以跟你們說 我覺得這隻 給我們一些驚喜 就是 頭 這裡 聽到我拍了一聲 拔了 原本 我以為這件披風 是黏著一塊夾的 但原來可以拿開 你可以自己去DIY一件 布製的披風 這個我是很喜歡的 這個設計我很滿意的 你可以買一些 就算不要去Mando的頭 你可以自己去找人 DIY的頭也可以 那大概整隻就是這樣 那手的關節 它沒有替換的 這樣就帶 這裡可以上下動 它很奇怪 我這隻很緊 可能要玩久一點才會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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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勉強放些姿勢也可以 但是我這隻太緊 它這裡是這樣拿武器 有一個缺點就是 但是呢 這些都拿武器 有一個缺點就是 類似是拿不緊的 可以托著槍裝撞擊的 那就是要自己調的位置調得更好看 手感來說絕對沒有選擇戰爭那些那麼爽 但是一分錢一分貨,這隻舊水也不用 大概我錄單在亞馬遜買的時候是9元包有 好像是美金,差不多5元有這樣的質素 我覺得都可以 好了,今期視頻到這裡,下期再見,拜拜!